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由于海王博塞东 漫画剧情已经明确告诉给我们 就是人鱼公主白星 因此 这一期我们就回到 最早出现但一直都未 真正现身的冥王 来一探他的可能 而如果我们按照10227所不扯的 那美是天王的胡扯方向 再结合白星是海王的事实来看 以伟田老师的强迫症习惯来说 既然三大古代兵器的天王和海王 都已经被设定成了女性人物 那冥王恐怕就极可能 也会被设定成女性人物 而其实早在阿拉巴斯坦片 冥王的名字大量出现时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一个 和其西西相关的女性 她就是草帽团的第5.5个同伴微微同学 而虽然漫画剧情已经明确告诉给我们 古代兵器 冥王 是沉睡在世界某处 一炮就可以毁掉一座岛的 史上罪恶战舰 而并不是一个人 但如果我们再结合海王白星的能力 是统领和指挥海王类 而可能的天王的那美的能力 是操纵天气的能力 在胡扯来说 那冥王之后 真正冥王的能力 恐怕也就会是 指挥和操纵 名为冥王的罪恶战舰 以巫威的奈菲鲁塔利家族 本身就是守护冥王 并且也是在800年前 唯一一个主动不加入其他19国 没有入住圣地 玛利乔亚 而是继续留在原来国家的情况 在胡扯来说 那奈菲鲁塔利家族 可能也就和愚人岛的王族一样 是在等待下一个 能操纵冥王的冥王觉醒 并等待百年后 他和乔伊波伊 以及海王 天王一起 再完成让世界回归One Piece的心愿和梦想 说到这里 本期我们有关 冥王的胡扯其实就已经非常明料了 那就是 已经被伊姆盯上的巍巍 可能就是即将或已经觉醒的 可以操纵史上罪恶战舰的真正古代兵器 冥王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 也就是 这一切自然还都是胡扯猜测 但如果这一切能成真 那草帽路非在未来 所将率领攻打天龙人和伊姆的 三大毁灭世界的古代兵器 其实也就是三大海贼王美女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